即时新闻综合报道,狗狗面对亲人好友离世,也会难过,近期难含一只14岁的白狗阿荣,而自从最好的狗朋友离世后,不仅绝食两个月,也经常独自窝在角落,直到四主拿出高档资料后,原本以为是温情感人的故事,最后却大逆转,到乐众的网友,不少网友直呼眼泪还来啊。 综合媒体报道,韩国SBS电视台一个动物节目,去年底在其脸书粉专上传节目片段,影片中白狗阿荣从小与黄狗感情融洽,经常玩在一起,但先前狗老有离世,阿荣似乎不能接受死讯,不仅整天闷闷不乐,独自蹲在角落,甚至连爱吃的罐头也不瞧一眼。 阿荣绝食的情况长达两个月,主人担心阿荣的身体状况,决定亲自拿着饭一口一口喂他,我们只希望他可以自己吃饭和喝水,就这样而已。 但阿荣不肯主动进食,更将四主喂的食物全部吐出来。 电视台前网拍摄当日,四主为了让阿荣重新振作,特地煎牛排,靠赏他,他起初闻一闻牛排,便开始食欲大振,大口即下牛排。 这画面让四主傻住,原来他只是喜欢贵的食物,玩时的阿荣甚至露出久违的灿笑。 许多网友看完这片段,大赞阿荣很吃货,不少网友则是被逆转结局逗乐,纷纷叫道把我的眼泪还来,肉肉太香了,把持不住。 也有网友认为,狗狗是真的想念朋友,看他眼神就知道,不管事实如何,阿荣愿意吃饭就好。